今年研究生总共我们录取了939人硕士 然后博士有102人 通知书的话 今年我们选择了7月1号 统一硕博一起进行一个发放 今年我们的通知书 外壳的封套上做了一点点小的变动 之前像我们封套 原来没有一个官方的 中国美术学院的方印 当时想设计这方印 主要是它是以原著文的风格设计而形成的 作为我们一个艺术的院校 书法专业又那么突出的一个高校 我觉得把这个评书加进去 会有一个新的变化 还有一个就是把我们的校训 也同时在这个风道上体现了出来 我们的纸张原来是用一种塗料的 当然那个塗料也会比较好看 那今年我们选择了一种叫哈沙棉纸 然后我们本科的录取通知书发放时间 预计在7月下旬 7月底之前进行一个发放 主要分成两批发放 第一个是我们传统艺术类的 那个通知书的发放在7月底 还有一些是普通类的 大概要在8月份才能完成 所以也有可能在8月中旬 进行一个发放 到8月中旬发放 发放后